貌大显臉小 表大显手巧 腕表流行力添书记得器 腕表买大还是买小 你肯定知道要跟手腕粗细匹配 下面这些表 你准备选那款 先把你的答案打出来 看看一会儿你会不会变 腕表买大的理由 无非是潮流个性性价比 甚至是流通流行 腕表买小的理由 也无外乎个性搭配趋势 当然劳力士的日制型出了41毫米的时候 不是很多人说还是喜欢36的吗 我漏掉了什么 欢迎你补充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们的视频 建议你关注一下 我们分享干货 那么到底是大表好还是小一点好 我跟你分享一个思路 对男人来说 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 如果能让你的手显大 可能会好一些 为什么 我跟你慢慢聊 有人喜欢某品牌的表 但是在正装和运动款式之间纠结 你是不是也有同感 比如肖邦的这两款表 雪山奥义 Alpanigo 41毫米 XPTT万表 五级钛表壳 属于超薄 因为机身是超薄的 41毫米的直径 这款表的看点从它的名字就能看出来 41表示表壳直径 XP超薄 TT 科技与钛 机芯是LUC9617S 自制的机芯 也是超薄机芯 这是首款LUC机芯的升级款 22K金V型摆驼 双发条盒 65小时动力 外观方面 开放式表盘 喷纱式面 黑色杜老处理 与表壳和链带的复合打磨形成对比 也可以让万表中心的金色齿轮显得更为夺目 5GTi材质 大家都接受Ti比较适合运动风格 5GTi是铝和凡的合金 在抗腐蚀和防过敏方面比较优异 而且是最适合做抛光和拉丝在内的复合打磨了 厚度只有8毫米 严格符合超薄表的定义 这款XPTT的表圈 好像比雪山奥义41毫米的经典款 更鲜巧精致 让表盘显得更大 从穿搭角度 貌大显脸小 表大显手巧 这主要是女生们信奉的 而男生呢 貌大显脸小依然适用 所不同的是 男生要注意的是表小显手大 我跟你分享一下进化美学的这方面解释 总的来说 男人有大手可能会被认为看起来不错 原因有很多 其中有一些原因啊 比如 大手可能被视为体力和男子气概的象征 这些特质通常被认为是男性吸引力的体现 上手效果是这样的啊 整体式设计 应该说万周18厘米左右还是很和谐的 转动起来 负荷胆磨的光效就出来了 抛光和拉丝交替闪现不同的光泽 手腕再细一点的也无忧 因为是超薄的 再看看这款正装表啊 LUC XPS S Forest Green Lutron Steel 金钢款 这个表壳里边这个Lutron Steel钢啊 至少含80%的回收再利用材质 XP是超薄的意思 那么S是什么 后面揭晓 这表盘是复古的区分表盘 间隔有致的区分表盘 分钟刻度圈和小时刻度圈 构成了双圈同心圆 区分表盘的优点是在不增加设计元素 比如各种石标的情况下 让独时性能优化 这种设计是30年代的设计 历史上很多品牌的表盘 都是同一个表盘厂出的 这个风格一直延续到四五十年代 到六十年代逐渐沉寂 跟暴徒帽的命运相似啊 深绿色和象牙色的设计 彰显区分表盘的独特魅力 机芯是LUC9612L超薄机芯 22K金V型摆脱 叠至双发胶盒 65小时动力 大手的男性 可能展现出自信和果断 这可能会吸引他人 我们看看这根表的上手效果啊 超薄 直径40毫米 让表看起来跟雪山奥义相比 并不嫌小 比例和谐优美 适合大多数万维佩戴 再看看这两款表啊 这两款佩拿海 你会选哪个 最近小罗伯特唐尼带来这款表 我挺喜欢这人的啊 双语明星 你喜欢他的哪部电影 反正我喜欢他演的大法官 大表的潮流是佩拿海发起的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最先回归小尺寸的也是佩拿海 不用担心表带的消耗 很多人偏好拥有大手的男性 这就是为什么 在崇尚立体裁剪的文化里 高明的裁缝都讲究把绿口缩小 而让手显大 当然了 吸引力这事是主观的啊 因人而异 你比如在不崇尚立体裁剪的文化里 手都是不露出来的啊 上手效果 38毫米 听起来不大 但是对于喜欢肌肉感 又没有史太龙身材的人来说 还是很雄壮的 而且全金属链带的手镯效果很明显 如果你看完本期视频 连西装定制的观念都有所调整的话 对我是最大的褒奖 腕表属于立体裁剪的文化范畴 所以咱们在这个框架下审视一下 不难发现大小合适的腕表 能够优化你手的外观 反之如果表壳过大 势必让手显得更小 人们常说的表带人 而不是人代表 或许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了 如果你代表是出于别的目的 就另说了 不过这里不妨分享一下 你代表除了彰显品位 还有什么诉求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 肖邦的这两款表啊 抛开场合 复杂功能 机芯做工 材质等所谓的专业分析 现在选大选小选哪款 心里有数了吗 而有些表啊 天生就是大表 这种品牌的表 在选择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为什么史太龙喜欢佩奈海 为什么施瓦辛格喜欢皇家像树离岸 应该说大表文化 与立体裁剪文化的传统里的运动和健身传统 是分不开的 手的大小至少跟手腕的成比例 所以除了考虑手腕粗细 还要考虑手的大小 就连一直做大表的佩奈海 最近几年都开始做小表了 毕竟史太龙的表款可以有 但史太龙的身材 就不光是钱的问题了 现在我们再说一款经典的佩奈海 就这款啊 这款表可以说是史太龙同款啊 这是一种submissible属于前世表防水至少有300米 最大的47毫米 最小的也有42毫米啊 这款机芯是P900机芯 所以你看啊 大手可能跟良好的身体健康和活力相关 这有助于增加一个人的吸引力 有些坏孩子甚至用手大小来相互的炫耀 那个 那就看看这款表的上手效果吧 如果你就喜欢大表不考虑穿搭的话 那么这款表摆在这呢 但是有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买大表尽量买轻的 因为轻快为美 大表容易下垂 人们都喜欢挺拔的 谁喜欢下垂的呀 所以呢 碳纤维啊 钛合金啊 轻了会好很多 以上的注意事项主要是针对男生的 女生在大小上的选择比较自由 但是我发现他们代表的位置方面存在一些误区 比如说这个腕表带在这儿还是带在这儿 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嚷一嗓子 我找机会说 说不定对男生也有参考意义 同样是花钱 不同的选择带来不同的效果 这里也有性价比 感谢你的陪伴 也感谢肖邦佩纳海和美度提供的样表 你还别说啊 这两款表还是很安全的 现在我邀请你再发表一下 你刚才的选择有变吗 务必打出来啊 弹幕和评论都可以 谢谢你 美度剁手系列TV腕表 有人说像某罗 我们团队的小伙伴管他叫美罗 像某罗也好 美罗也好 但实际上电视机造型的腕表 是70年代的流行特征 这款TV腕表升级到了整体式设计 复合打磨 渐变色表盘 也就是炮管和拉丝组合啊 机芯是80小时动力的80机芯 常规优私 某种意义上也算是爆款平T吧 上次效果看呢 40毫米对大多数手腕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至于说选他不选他 要看你的手